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瞩目点就跟大家说过了新的这个架构 对吧 时间 电量 星号啊 我插了一个这个神周形嘛 我看型的卡 然后呢 这边有新的WiFi的logo 对吧 看见吗啊 跟iPhone那边就是 China Mobile 对 确实 我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老的WiFi的logo 还好看啊 怀旧嘛 然后我也连接了WiFi 下午的时间 未读的消息啊 Profile Profile 对吧 全局的搜索 然后呢 我们在新的架构里边 我觉得要聊到几点 第一个 这个拉洞框 哎 不错 哎 不错哦 这轮冷静啊 把它拉到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哎呦 对不起 第三格 第四格 全部收回 哎呦 不错哦 都不错 对吧 题四 我们把它拉到两三格 来演示一下 这个是什么 是全图标 哦 滑动一下到Frequent 常用图标 嗯 再滑动一下到Favorite 收藏图标 再滑动一下到Media 到这个多媒体图 对吧 嗯 再滑动一下到Download 就安装第三方程序了 我把它全清空了 啊 其实呢 怎么样才会到 到这个Favorite呢 那你在O图标里边啊 任意一个键 按黑莓键 谈出菜单 都是可以Add to Favorite 加到这个收藏图标的 是这么一个方式 这么一个方式 啊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去这个 啊 别的一些界面去看看了 对吧 我们就混着来吧 聊到哪是哪啊 啊 短信 你会看到呢 很多中文不支持了啊 我跟小白有通过短信 这个Testing 就是发给小白的 我看看我跟 别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人 有没有啊 啊 这边有 对吧 木马斯 我跟木马斯有过短信的 的这个交流 我跟艾雷也有过短信的交流 艾雷发给我 Hey this is a test message from 艾雷 good luck 我给他发 Thanks for support from 啊 这样的话呢 对话是 这是5.03 早就熟悉的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一些图标呢 像Storm这种方式啊 都在下方高亮的 不用管它了 短信呢 你当然也可以 我们来演示一些常用的短信的操作 第一条跟第四 这条 全都触摸 弹出 delete delete 来删除 其实呢 刚才你的这些操作呢 在这台设备的 推开之后的 推开之后的 全键盘上也可以 按delete的 物理线 对吧 和这个删除来删除它 都是可以的 咱们这张呢 不说硬件啊 只说软件 只说系统 咱就不深聊了 好吧 我觉得呢 还有一些地方呢 是重新设计的 我们可以看 Elly Muma's Office Office 很漂亮 对吧 电话 是谁啊 是咱们的这个办公电话 你可以把它高亮到189个手机号 立刻就可以发短信给它 还是打电话给它 你也可以full menu之类的 刚才我们在介绍全界面的时候 还有一点 这块 这块其实是一个today的 它会告诉你 这是有一些bug了 甭管它了 甭管它了 有calendar 有短信 有微接电话 它会告诉你 同时呢 你也可以高亮它 然后呢 长暗是什么 甭管它了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早期版本 咱们别太太 别太在意了啊 context 我们看过了 浏览器呢 比较惨 先不看了 calendar calendar可以看一下 没错 calendar不错 我们华丽一下 华丽的看一下calendar 不方横过来看啊 比例会更好一些 calendar触摸就很方便了 对吧 你可以全月 整个月的来看 一件一件的来看 也可以看一下当天的 对吧 都在这列着呢 是吧 当天很对 congratulations 罢罢罢罢罢罢 review 对 这是calendar 我们还可以看更多啊 把小便给扔了 打电话 打电话呢 必须是竖的啊 我们再回到竖屏来看 竖屏来看呢 打电话呢 可以有这个拨号界面 由于它不是在我们这个硬件上面 是不是suppress 不需要按的 对吧 你别拨这个啊 诶 很方便 对吧 同时呢 诶 对不起 按到上面那个了 诶 这个也很方便 对吧 然后呢 打电话呢 其实还有这个啊 还有一些通过联系人打电话 当然我们刚看到 它又滑出这个 觉得很多的功能 觉得很多的功能 可是那键盘 你一往一步了就没了吗 你一看就没用过storm 小胎 storm 往下一步了就没了 真的假的啊 真的 真的 你赶紧赶紧吧 你赶紧入过storm吧 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继续看 clock 其实没什么变化 不看了 啊 这是blackberry map 这用不了 camera 惨不人组先不看啊 instance application option option 有一些新的变化 对吧 sound 这个连接 显示 输入 设备 call security 这个应用性 第三方程序等等等等 我们随便找一个看一下好了啊 display display 里边有时间跟日期 这个很熟悉了 对吧 大家都很熟悉 但我觉得它的排序是经过重新整理的 home screen 这是桌面的一些设置 对吧 你要恢复home components等等等等 还有 而且还有很多主题 但这里边我们只有一个默认的主题 好了 看完这些呢 我们就不妨再去多媒体里看看了 好不好 多媒体你当然是可以点这个了 对吧 你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拖动 对吧 我们点到多媒体来看 多媒体呢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最喜欢的音乐 对吧 油条布 油条布是暂时咱国内够呛 够呛 多媒体啊 咱们继续来看 多媒体 无非就这么些东西嘛 对吧 无非就什么 听歌 听歌 看电影 咱们一个个来啊 先看听歌music music咱进去 进去 刚才是小白的手啊 全部的歌曲 这个叫什么 艺术家 专辑 对吧 这个叫什么来的 曲风 playlist 播放列表 我们先到全部的这个艺术家去看一下 Crick Davy 什么 对吧 Lanka My Little Airport 有桑跟Elly等等 我们去Crick Davy Crick Davy呢 我还听这首歌 Seven Days 你可以长按就能出现这个下一集选的菜单 play 好 欸 哎呦 不错哈 好